记者邱淑玉新北报道,国民党新北市长参选人侯友宜今天下午前往新店区,参加幼儿托育的座谈,他表示未来当选市长,一定朝多元托育方向努力,像是社区型公托,公私力,企业型,让托育品质家又普及化,让父母能有更多选择。 侯友宜表示,目前新北市公托人数达3144名,占全国托育六成,当选后一定会让人数加倍,并利用兼制教室,公益回馈空间或是活动中心,市场等广设优质公托场域。 侯友宜说,除了地方对新手爸妈补助外,中央也将补助6000元,最近新北市长朱立伦也研议,结合中央, 地方共同分担夫妇负担,但补贴只是福利性政策,最重要永续好的托育, 与会的新北市婴幼儿托育协会理事长包崇明说,从西至第一家公托设立开始到现在53家, 当前的公托不仅要在硬体上,能够满足小孩需求,重要的安全,逃生,卫生,饮食都不能马虎, 而软体部分,教师和学生1比5,专任护理人员考核机制, 而人员福利,薪资待遇也都比平均的好。